而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 运行实行新的运行图之后 整个的时间能够缩短到三个小时二十分 从成都出发的旅客们能够尽早地上车 那其实从今天这样一上 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对他们的操作技术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除了坡斗 我们所说到的洞多 就是因为西城高铁在这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训练 像我们四川 我们有一百多位高铁司机 在这时间基本上保持在十个小时以上 好 我们现在看到 从成都东站开出的 驶往西安方向的西城高铁首发车 已经缓缓地离开开始售票 短短四十分钟之内 首发车的一千多点 这趟驶发列车就要离开新厂接站了 对于车上的乘客们来说 高铁从西安去往成都方向 没事 谢谢大家 好